第五天 祭祥 到底是五天 两天 一天 我们必须要到邮件里面去查询 所以这边的话应该有个邮件的一个对照表 那所以呢 理论上如果不避开六日的话 就是等于今天日期 加上几天之后 几天之后应该用查表 所以查查什么 查V数函数 所以一样再到那个 减4与参照里面的最后一个 V数函数 查什么呢 查目前的这一个 是普通键啦 还是Table Array的话 F3 去邮件里面查 邮件里面查 查到的话呢 查把这个是查询的 他比对 把第二栏帮我带回来 比对方式一样 完全比对输入零 OK 所以他会帮我查到五天 OK 那你会发现呢 他就会是 就是五天之后啦 但是问题来了 之前就有同学 本来我本来是用这样的解法 同学说 老师可是我们礼拜六 礼拜天没有上班 那怎么办要避开 所以如果要避开的话 那就不能用这个方法 你可能就要用另外方法 可以把V数减下来 把这个公式换成另外一个日期时间里面 前面我们有带到过啦 不过我好像没有特别 我好像有提一下 里面有一个叫 Walk Day 一个叫Network Day Network Day是 它是几天 总共是数字几天 算公时的 那Walk Day是哪一天 回来是哪一天 所以我们要是哪一天 所以用Walk Day 那它按确定之后跟你要几个讯息 第一个Start Day Start Day就是这一天 今天开始 几天之后 所以几天之后就刚刚那个V数函数啦 所以我刚才把它解下来 五天之后 那特别之后 Walk Day 就顾名思义 它只会算上班日 所以六日不是上班日 就会避开了 OK 那Holiday 当然如果说你有建一个Holiday避开的清单 它也会自动避开 如果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它就会自动避开了 OK 按确定之后 那它就避开两天 就本来22 变成24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地方 客户部分的话 我是去抓 这个客户编号 所以我们看一下 客户公司 我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客户编号 好像已经有了 不过这个客户编号 好像是另外一个档案 所以我把它重新建一下 像这个H 但是这些都把它重新建立一下 这个把它删掉一下 所以我需要建立的 也许像什么呢 像这个客户邮件 可能不能删 我已经删了 所以这边的话 我需要建什么 像客户编号 从选取范围建立顶端列 另外的话 把这个范围建立一个什么 建一个那个客户好了 叫客户表 那可以让我做查询 那查什么呢 根据客户查到其他的资料 里面的话 当然我这边可以给它一个叫客户 把这个名称复制过来 叫客户好了 然后当我下拉清单 所以这边一样 资料里面都要下拉清单 那我可以用一个清单 再去找到那个 我们刚刚建立的那个客户编号 按确定 下拉一下 这边会出来 那当我点选其中一个 自动带出这个其他资料的话 那我可以用什么呢 用那个最近使用过 Virial元素 去这里面查编号 查什么呢 查那个客户对照表 里面的话呢 请你帮我带回来的是第二栏 所以把第二栏给他 比对方是零 这样的话呢 当然就可以查到 客户 看一下 怎样 Table array 0 所以这个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 就是说 一样把它重建一下 因为我刚刚选 应该是选这个范围才对 不包含栏位名称的资料 把它打个勾 那这样的话就查出了 其他栏位 另外如果它里面是空的 它这边会有NA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如果它里面是空的 那就也是空的 所以我的习惯是利用那个逻辑里面的一幅 一幅什么 如果这个除全格里面是空的 那五而一也是空的 反之的话呢 才是把资料带过来 所以把刚刚的公司再贴到 贴到这里面来 让它可以可以显示 那这样的话可以避免 你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里面是空的 我先贴一下 我刚刚 这还贴是贴 这部分我想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 反正就是我要做出的效果 类似像这样 那可以自己去查出 哪一个客户 另外的话呢 客户编号也是一样 所以把这个地方 整个选取 当然我们 这个可以订单的范围有限 减到16列而已 下面没有了 最多就这样 然后一样是照那个什么呢 我们资料里面资料验证 那他一样清单 我就做一个商品的编号 自动把资料带过来 那可以让他用选的 那选的同时也是一样 用那个v-ran书去商品表里面 把资料带过来 那这边是商品规格是在第二栏 单价在第三栏 另外的话编号 编号部分的话呢 我是怎么做出来 其实用什么用肉 跟配合叫test 然后呢 再判断说 如果b 就是他b-ran有选取编号 都是这种产生 所以基本上 我可以用什么插入函数 一样用之前讲过 那个检视与参照里面 那个肉函数 所以你会发现 肉函数 还有一个妙用 就是说他可以产生编号 他目前是第7列 所以把它减掉6 他就是1 那如果我希望是 显示的是两码 特别叫两码的话 那当然我可以讲 把公式减下再放到哪里呢 前面有做过的叫文字里面 如果要格式化成两码的话 好像在第一周 我们就用不到test 把那个value贴上 给他两个 就是两个0就可以了 记得前后刷影号一定要加 01就出来了 这边的话向下填满 不过如果我希望怎么样 当这边有资料 这边才显示的话 再把它怎么样 剪下来 再做一个逻辑判断 逻辑里面的话 判断什么呢 判断如果他里面是空的 那我也是空的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给他等于空的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空的 反之呢 才是去把编号叫出来 所以这一样 这是地方跟刚刚一样的方式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有 他这边才会显示出来 那数量的话呢 我是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 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那当然你也可以带一个清单 如果如果数量固定的话 同样就是一定是1到5的话 最多5个 那你就123 4一直到5 那如果你要再增加 就0.6 0.7一直往下 或者你也可以做个清单 反正方法很多 那这种方式就是 如果你的清单是固定来源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样的输入方式 一年有12个月绝对不会变 那你就输入1到12就好了 类似像这种方式 那你会发现这个清单 他就会可以让你用选的 那选完之后呢 自动带出小记 小记的话就是单价乘以数量 当数量有的时候 他才显示相乘的结果 所以这边也是一样 数量选一下 数量选一下 然后呢最后 这里面的范围会加总到上面 所以这个总额是上 把G7到G16 全部都 这边是上红楼 从上红楼 最后 嘅 你会发现 这个总颜色 还是上红楼 或者是上红楼